那陳時中也還不辭職,會不會希望他趕快辭職來展現決心 陳時中部長是否參選都可以尊重 那其實陳時中部長現在他的身份就是衛服部長以及防疫指揮官 應該要做好相關防疫及分類的工作或者就是棄任免健康與無故 其實這段期間不管是黑心壞災之外或者是火化之亂 其實都是相當荒腔走穩的作為 四月份的時候大家還記得當時的單日確診人數大概百位數 單日的死亡人數都還在科衛數的時候 陳時中部長每天作證 但是現在我們每日確診數都還在四萬上下 單日的死亡人數都還不足 卻為了選舉說突然要離開防疫的工作崗位 這要如何跟人民交代 在大陸的對決議 那你剛剛在科衛生的工作 就算了幫你表演 既然不是人數不足 也不是政策 是不當地人數